我们挫败了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挑衅 其实要是仔细看看的话 这是我们一个大布局的一部分 这个大布局就是安定周边建制态度 不知道大家看懂了没有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注意一下咱们解放军的荣媒体号 中国军号他就发了一些黄岩岛的照片 那配的文字就是到黄岩岛去看看 这实际上就是宣示了我们在黄岩岛的主权 和我们的管辖能力 如果说黄岩岛那就是我们的吧 所以我们才能去到自家的地方去看看海 能去那看海说明这个地方 我们是能控制住能够保证这里的安全 同时呢这个也是我们保卫钓鱼岛的一个动员 以及告诉外界我们实控了黄岩岛及其周边地区 那么再看这次菲律宾这个声势浩大的挑衅 可是他纠集的这个所谓的船队呢 在距离黄岩岛也就是六十海里的地方嘛 在我们绝对强势的布局之下呢 他们自己散伙了掉头就跑回去了 这连雷声大雨点小都谈不上 简直就是一个干打雷雨都没下程 央视的荣媒体就公开的播出了 我们海警3502号船员对中国渔民的提醒 说在黄岩岛附近的中国渔民如果受到了侵害的话 马上拨打95110向海警报警 这说明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在这边进行必要的执法 这话呢说明我们对黄岩岛呢已经完全的掌控了 宣示了我们的行政管辖权和我们的执法权 并且告诉你我在这地方啊 有足够的有完全的执法能力 那么你菲律宾在这闹得越凶 我时空的范围它就越大 你闹到哪儿那我就把哪里给拿回来 我也不和你们坐下来搞什么搁置争议了 我直接干你 菲律宾呢这次倒闹反而就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我们再看看仁爱礁那边啊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咱们的海警啊 他这个首次就公布 说菲律宾座谈的那艘破船 就是那艘老的马德雷山号那个破登陆舰 他们直接向这海中排放的排泄物 这就破坏了我们的海洋环境 对海洋生物产生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你说咱们把这个目光为什么盯在这么一件事情上来呢 这实际上是对菲律宾发出一种警告啊 为我们处理仁爱礁去做铺垫 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机会 至于说在黄岩岛啊 任爱礁这边舔岛造路 这个肯定已经成为我们对等升级的一个手段 只是现在呢还没有必要这么做 要看你菲律宾后边你怎么表现 那么我们再把这眼光啊 从黄岩岛和任爱礁 不妨拉远一点啊 这本来要给菲律宾站台助威的美国航母罗斯夫号编队 就跑到了1200公里之外 最后呢就到了新加坡那边去了 当然这是美国的一种策略了啊 但同时也说明我们在南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美国航母啊 它很清楚 它是自身南保 那么在将来台海方向要是有动作的话 美国航母它就很难取到南海地区 通过这个南海地区 或者说他们再进入这个地区来牵制我们 那么只能去跑到菲律宾以东的海域 那么这个呢就对美国在南海区域内的军事能力 以及战略影响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那我们不妨再把目光啊 再把视线拉远一点 你看近期啊 我们和东盟七个国家 进行了部长级的可谓是穿梭式的外交会谈 这实际上呢就是给大家打招呼 再看北面 咱们和蒙古搞的草原伙伴2024陆军联合训练 那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对蒙古呢 我们基本上还是以拉为主 至少啊 不要让它和美国弄到一起 按照美国的指挥棒去办事就行了 缅甸那边呢 现在暂时算是消停一些 我们和柬埔寨的金奴2024演习也在举行 而且除了参演的齐连山舰之外 井冈山舰也以搭载学员出访的名义 到达了南海周边 那还有一个啊 我们看一下印度这边 经过一年多的空缺 我们向印度呢 又派出了大使 这就说明了 现在中印关系的换河 那么这一大圈的布局 从海上到陆地 说明什么呢 我们在稳定周边的形势 而且我们这种的稳定的能力 在不断的加强 那么最终啊 所形成的事态是什么呢 就是战略终点 就是东南方向 针对的就是这些台独势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